近期時代雜誌公佈了世界最具影響力100人 印尼榜上有名的阿迪烏達利尼教授 他有什麼特殊成就可以影響全世界呢? 請看小潔的介紹 登革熱 這是一種全球大流行傳染病 現在全球每年大約有11億人感染登革熱 登革熱在印尼由埃及邦文為傳播媒介 這種並沒聞於白天吸血 即使人在活動中仍然照吸血服務 登革熱也被稱為斷骨熱 患者通常會出現劇烈的肌肉和骨頭疼痛 嚴重的會導致死亡 阿迪烏達利尼教授和他的研究團隊 在世界科學和健康領域 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他們讓埃及邦文、肝長、霍爾巴克四菌 這種興趣能降低蚊子傳染登革熱的能力 在印尼日舍周邊的實驗結果指出 登革熱的病例減少了77% 需要入院治療的患者減少了86% 以往防止登革熱的滅文方法 例如使用大量殺蟲劑或培育大量不孕的雄性蚊子 都需要持續不斷地反復進行 並投入大量經費才能達到滅文的效果 而利用沃爾巴克四菌的方法效率更高 沃爾巴克四菌對人體無害 感染的蚊子還會遺傳給下一代的蚊子 也許在不久的將來 登革熱就會成為歷史名詞也說不定哦 如此振奮人心的實驗結果 將來將大幅減少登革熱的流行 ID5代理你教授正是實至名歸啊 關注小杰帶你認識更多印尼哦 小杰持續給大家介紹印尼 好吃好玩的東西 還有有趣新奇的開箱 請訂閱按讚加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的更新哦